周玉寇明天要去北檢告柯市長還有蔣萬安 就是毀放 你怎麼看 我希望這個周玉寇女士可以不要停下來 繼續幫陳時中扣分 周玉寇的扣 絕對不是說他這樣子會扣分 陳時中一定是加分的 但是我想在這個選舉的過程當中 你很難想像2022年的縣市長的大選 竟然被一個惡毒的媒體人搞成破糞大戰 那所謂去法院提告 他自己都忘了自己對其他的一個民眾造成多大的困擾跟傷害嗎 NCC難道真的是need cocoa嗎 NCC為什麼完全不管辣新聞 在他的這個媒體上面講說呢 這個什麼蔣萬安不敢抽血啊 是因為說什麼他怕血被拿去驗啊 然後去欺負一個善良無辜的市民朋友啊 還有很多類似的言論 他們在這一兩個月以來 就在民視的辣新聞裡面不斷的播出 可是NCC完全在睡覺 所以我才說NCC不該變成need cocoa 應該發揮他們的功能 那昨天我已經具名的去檢舉 今天也有非常多的網友問我怎麼檢舉 大家一同檢舉 就是要要求NCC去處罰去處理民視辣新聞 而且我也認為民視應該要去關閉這個節目 或者撤換主持人 向外界鄭重的道歉 才能解決最近這一連串荒謬的鬧劇 所對當事人帶來的困擾跟傷害 周玉寇一直以來都是這樣齁 那講不過別人就搞發瘋這一招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從他在參選這個台北市長得到三千票的那一次 又或者後來被台聯開除 被國民黨開除 這個媒體人就是這樣子一個德性 所以我想大家都見怪不怪 但問題是陳時中跟民進黨到現在都不敢跟他切割 不敢譴責他 只敢說遺憾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會認為投給陳時中就是支持周玉寇的原因 民進黨一天不跟周玉寇切割 一天就會被台灣的選民 包括中間的選民給唾棄給討厭 最近看到了這個周玉寇跟陳時中的粉紅泡泡故事 那我個人深受感動 所以也要效法他們發揮大愛 把周玉寇在他節目上面講到的 投給陳時中就是支持周玉寇 喜歡周玉寇的都投給陳時中 這樣子的一些內容可以播放出來 讓我們全台北市的市民都知道 如果你是要投給陳時中的 那你必定是喜歡周玉寇的 那我想這個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告訴我 意圖使人不當選 但我想完全不是這樣 是相反的 我是屬於意圖使人當選 發揮大愛的行為 陳時中已經說了 他不會跟周玉寇切割 而且說周玉寇對他的表白 是屬於大愛 那我想這樣子只能祝福的內容 我們一定要很溫馨的 把這個故事給傳達出來 這就是我在三大路口 下了這樣子廣告的主要原因 那底下附上了四個hashtag 包括 食指禁扣 欲食聚焚 城王敗寇 跟慾望的城市 都是最近在網路上非常流行的幾句成語 那我也具名台北市議員徐曉鑫 跟各位市民朋友分享 NCC他的那個紀念式 那個音檔曝光了 就是那個他們董事長一分 直接打電話給蔡總統 報出來會不會覺得這個NCC太嚴重了 這是讓人害人聽聞的一件事情 NCC當時可以去處理中天 把中天關台 可以現在考慮說要把TVBS往後移平 那又可以呢跟這個 這個讓裴偉進電視 那去讓他們有機會能夠上架 竟然有這樣子的一個錄音檔 讓我覺得是對一般的樂聽人來說 媒體的公正應該是NCC要客觀守護的 結果竟然變成在媒體界裡面 難道有關係就沒關係嗎 所以NCC的兩套標準 會讓大家覺得無所適從 而且對於NCC的信任感 我覺得已經低到樓地板上了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你們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CTI717 若於幫你打折 谢谢大家